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公布得奖名单,经历长达9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三轮投票,选出了第29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5个奖项和9部推荐电影。 最佳男演员争持激烈,最终由窄露围城的张继聪,以些微的票数胜出,首次夺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演员的赎容。 太太谢安琪也有在社交平台祝贺。 而最佳女演员同样争持激烈,流水落花的郑秀文和窄露围城的袁李玲更一度出现同票,最终由郑秀文脱颖而出, 也是她继2001年的中午宴后第二度登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影后宝座。 由张婉婷、郭伟伦联合导演的纪录片《给19岁的我》或多数评审欣赏《力压神探大战》和窄露围城等电影, 夺得最佳电影大奖。 最佳导演的讨论相当炽热,《神探大战》的韦家辉和窄露围城的林森各有支持者, 经过再三讨论和投票,仍两度出现同票,不分高下,双双夺得金界最佳导演赎荣。 而最佳编剧则由《神探大战》的韦家辉、陈伟斌、麦天书胜出, 也是韦家辉第七度夺得这个奖项。 至于推荐电影除了《神探大战》以外,还有《七人乐队》、《饭气功星》、 《过时过节》和《明日战绩》等。